大貓熊團團19號病逝 讓許多人感到相當的不捨 而現在竟然連詐騙集團也跟上這個話題 有網友收到了一封詐騙簡訊 上面寫著 我是團團 其實沒有死 只是被抓去修行 差1000億元就可以交報 簡訊曝光之後 也讓許多網友超傻眼 大貓熊團團19號過世 沒想到現在卻有詐騙集團 藉此動了歪腦筋 有網友收到一封簡訊 上頭用第一人稱寫著 你好 我是團團 我沒有死 現在被抓到中國修行 還差1000億就能交保出來 更直接附上一串支付平台的帳號 強調現在過來幫忙 就承諾會讓你有吃不完的竹子 並成為木柵動物園的觀光大使 不會 很蠢 不可能是 我不會相信 太有創意的東西 大家可能也不會相信 說不定真的有人會試試看 也有網友很不買單 怒轟很爛的詐騙手法是想錢想瘋了嗎 還有人突破盲點反問 為什麼我要有吃不完的竹子 難道團團成金了嗎 還會使用手機 甚至有人開玩笑說 動物園那些動物都是公讀生吧 還有人認為 詐騙集團真的太惡劣 居然這樣消費團團 而對於團團過世 動物園也設立了團團追思區 大貓熊館館長也透露保育員現在的心情 他們也是需要一點時間再慢慢的沉疊 不過保育員現在還是會秉著著專業的精神 然後努力的用心的照顧其他的三隻當貓熊 團團的離去讓大家相當心痛 但實在也沒料到還被詐騙集團當成話題 也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再來看到這個假刑警也是騙很大 高雄一名陳姓男子偽造警察的身份 企圖騙取女子的金錢 一年多時間內受害人數高達八個人 得手共三百多萬 而仔細調查男子犯罪足跡遍佈了北中南 警方循縣逮人目前已經將他逮捕歸案 特勤人員小心翼翼 從十幾層樓高的大樓垂降 就怕打草驚蛇 來到陽台外馬上破門攻堅 屋內犯嫌措手不及乖乖就歹 警方搜索發現滿屋子警察用品 制服盾牌空氣槍就連服務證都有 但通通是假的 嫌犯是他涉嫌從109年開始 偽造假刑警證件 從軍警用品店買來的相關配件 以假刑警身份約女生聊天 被害人起初以為是真警察降低戒心 進一步交往後 開始用各種理由讓女方帶電費用 受害人數高達8人 得手共三百萬元 嫌犯遭到通緝被捕 不知悔改換個名字一樣手法 轉點來高雄再度犯案 低著頭不發異語犯嫌足跡遍布北中南 堪稱台版艾巴內爾即使一再更換身份 終究落網被捕 只能乖乖進勞反省 記者王超群成語高雄採訪報導 台六十四線新北市中河段 發生了驚悚車禍 男子騎重型機車疑似事件不良 追撞前方的多元計程車 騎士當場摔飛失去了生命跡象 而警方調查發現多元計程車沒有開大燈 對司機開罰也依過失致死罪寒送法辦 台六四線車速快深夜10點57分夜色昏暗 27歲的機型男子騎重型機車高速撞上前方黑色轎車 槍大撞擊力道男子整個人彈飛倒地不起 右側車道的另一名駕駛目擊驚悚車禍 立刻停車報案 就是煞車直接坐下去 他追蹤了那屁 另外一台車呢 另外一台車在前面開車 那那個人你有看他上次怎麼樣嗎 就已經失去意識了 我那時候下去的時候我已經走卡了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進行CPR急救 但男子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那有槍子在下去嗎 被追撞的多元計程車 後保險桿整個撞凹 連後車廂也快縮變形 車上當時除了駕駛之外 後座還有另外一名乘客都受到嚴重驚嚇 幸好沒有受傷 警方調閱行車記錄器發現 車禍發生前一秒剛好旁邊一盞路燈變暗 而且多元計程車雖然被追撞 事發當時沒開大燈 疑似就是因為這樣視線不良釀貨 針對多元計程車司機 先開出一張1200元到3600元的罰款罰單 過失致死的部分寒送罰半 車禍發生後 現場車流一度回堵超過兩公里 詳細事發原因還有待車禍事故鑑定 急車騎士爸媽得知消息傷心欲絕 向警方表示兒子平常是上班族 晚上從中和的朋友家要回板橋 沒想到居然碰上意外 從此天人永隔 記者李物詩周宗玲 新北市報導 7年凌晨3點多 台中一輛轎車失控撞進了家具行 現場一名張系女子自稱她是駕駛 說剛下班要回家路上身體不舒服 又開得太快才會釀貨 但警方深入追查發現 在事發當下 從駕駛坐下車的是一名男子 現在就要釐清這起車禍 真正的駕駛到底是誰 凌晨3點多打烊的家具行 突然衝進一輛舊車 撞破鐵捲門 直到撞上柱子才停下來 但過了許久都沒有人下車 沙發展示篇被撞到東倒西歪 現場滿目瘡癮 滿地的碎玻璃 巨大撞擊聲響也嚇醒睡夢中的業者 事發在22號 凌晨3點多 台中環中路跟大副路口 駕駛一度失蹤 找不到人 直到警方來了 坐在門口的女子 這才說她沒有酒駕 車子是她跟朋友借來開的 警方一度以為 女子就是軸式駕駛 但掉了監視器 卻發現案外案 從駕駛坐下車的 明明不是她 事發當下 焦駛行已經打烊休息 沒有釀成更大意外 只有造成財務損失 但這起車禍 真正駕駛到底是誰開的車 是否有涉及 冒名頂替 警方也要一併查清楚 這盤信王英璋台中報導